TAT亞洲巡迴在台北站 受到凱米颱風影響 開幕日改到27號週六 另外霍華德等人 原定昨天24號抵台 航班也因為颱風延誤 包含表弟卡森斯和庫克 還有外隊行程都被影響 不過表弟卡森斯週四上午8點 率先抵台 馬不停提展開訓練 他還說等不及要跟台灣球迷見面 另外庫克也已經抵達台灣 他說這是他第一次來台灣 也說霍華德跟卡森斯 都有跟他介紹台灣的大小事 至於會不會留在台灣打球呢 庫克說有機會的話都會考慮 但現在要先專心在比賽上 而原定26號的賽程 移到原本的休兵日31號 當日賽程跟開打時間都不變 受到影響的球迷可以全額退廢